首要媒体集团为了授声祭出互惠遣散计划 至少190人饭碗不保 集团旗下两大职工会 今天就上书人力资源部寻求帮助 调解劳资纠纷 如果问题无法解决 不排除会闹上法庭 近年面对巨额亏损的首要媒体集团 宣布推出互惠遣散计划MSS 引起职员反弹 电视体系职员工会 以及电视体系主管职工会 今早到国会提成备忘录 给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寻求帮助 古拉随后召开接手会表示 从法律上而言 人力资源部只能够充当合适老 和工业关系局一同解决雇主 以及职员之间的纠纷 否则就要对付公堂 不过雪兰的工程 不过雪兰的公正党家谱区区国会议员 拿督阿杜拉沙尼要求古拉马上解决问题 因为首要媒体已经违反了劳工合约协议 另外第三电视职员今天下午两点 也在集团门口前集会抗议 由于工会会员还在国会大厦商讨此事 因此短短十分钟后便和平解散